时隔两年,去今神奇动物,格林德卧之最终于如期而至,可惜这一次口碑明显比第一步差,而俏房表现也低于日期。 神奇动物,2月11月16日上映,首映日票房几乎可以上映一周的独眼打了个平手,可惜还是输了。 而到了11月17日,神奇动物二哥开始被独眼碾压,整体俏房表现出乎所料。 这一部新作故事过于分散,对于普通影迷来说,并不友好,容易看到一脸猛逼,过于注重发挥电影成前起后的作用。 终究让这部作品沦为平庸之作,就连最后的大战,都让人感觉是草草了事。 在神奇动物二这部电影之中,最惊艳的一个角色是那吉尼,一个身中邪魔咒的兽人。 这个兽人曾出现在哈利波特中,是伏地魔的宠物,也是寄存灵魂的婚戚。 那吉尼是克雷登斯的情人,虽然在品中的戏份并不算多,但每一次出场都经验非凡,出处动人,颜值和身材都美到无可挑剔。 他始终陪伴着敏感的克雷登斯,故事的最后,两人终究分道良彪。 克雷登斯去寻找自己的身世之秘密,而那吉尼则留在了纽特的阵营,日后再相见恐怕会是堆立面。 那吉尼刘金秀贤所出演,韩裔演员,在美国长大,因和一位超帅的韩国男演员通明,也被称为秀贤。 秀贤模特出身,身高177厘米,凭借迷人的大长腿。 在2005年的时候,就被选为韩中超级模特选拔赛冠军。 他在2006年的时候出演了韩剧游戏女王,拿下了SBS演技大赏仙人奖。 后来几年在韩国出演了为数不多的韩剧,始终不温不火。 直到2015年在复仇者联盟2,澳创纪元中经验两项才火了一把,在片中出演像海伦博士,虽然戏份不多,但超高的颜值让人印象深刻。 拿下这个角色,对于秀贤来说并不容易,他战胜了40名,一起参与试镜的女演员。 他还出演过美剧《马克波罗》,还有由马修·奈卡纳和伊德里斯·艾尔巴主演的《黑暗卡》,在片中也是最惊艳的角色。 从秀贤的演艺生涯来看,他最出色的一个角色就是纳吉尼,全程美豹。 而且这个角色在《神奇动物3》中势必还会有着更重要的戏份。 在《神奇动物2》拍拍的时候,《烟尸亚艺女演员》出演纳吉尼,还曾一度引来各种批评的声音。 但上映之后,秀贤出演的纳吉尼,是惊艳的大荧幕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